叔 我想要一把能找到女朋友的伞 叔 我想要一把霸技侧漏的伞 叔 我想要一把可以走夜路的伞 粉丝从32万涨到200万 手机掏出来一看都是99家 立马开始直播 直播间从10个人 50个人 100个人 500个人 1000个人 1500个人 那几年确实赚了点钱 就是电商冲击以后就是大家竞争太激烈了 18年的时候 年底一算成就是300万这样子 外面欠出去欠的钱有这么多要给别人付的 自己手里面有啥呢 一仓库的货 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抖鱼是啥呀 就下载一个看看 我老婆我妹妹三个人 我当主播 她们两个当主播 卖出了三把赏 下包的时候退了两把 别人直播可能4个小时 我不下播 你每一天你发10条 我发100条 我发1000条 24小时连轴转 就是我下播了 找个工人来播 这个工人顶不住了 再换个工人来播 坚持到600多条的时候一个作品 就要上这门了 6000万的播放量 你想想什么概念呀 要努力的 让自己无能为力 再努力一把 你就成功了 突然看到一条就是说 我走夜路怕被车撞 能不能够做一把雷射反光伞 那我就想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雷射反光伞 就是我尝试着做这个过程中 做出来了以后 上架的时候 我其实内心很坎坷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得出去 能卖多少把 那我就说 做一个预售连接 15天发货 结果一上架 立马就爆了 这一个视频 就是这一把伞 带来了7万把的销链 网友的脑洞真的是 你想象不到的 别人在我评论区说 不要难为输了 对不对 我会给他回复一条评论 不要阻挡我 我要当许愿池里的王吧 目前就是网友去年没有完成的 就有四五十个款式 那你说让我一个人 满足所有人的愿望 可能也不现实 虽然是我展示出来了 大家看到的 可能更多的还是兄弟单位 兄弟企业 他们配合我 才能把这个事做好的 我有八卦伞 我想当闲眼包 我想当吴皇 那么对吧 皇帝伞 我们最多就是15天就做出来了 你能想象得到的产品 和你想象不到的产品 这天都能满足你 我讨厌着 你去这边 是什么 你们能够